今晚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上千万的超跑蓝宝杰尼小牛 搁置在国道警察局 就算经过一个多月的风陈日晒雨淋 十年老车外观看起来还是很新 想必车主相当爱护 但他有可能再也上不了路 帅气奔驰在公路上 这辆蓝宝杰尼小牛 急速可飙迫时速320公里 19号早上8点多 国道5号南下5.6公里处 超跑驾驶从台北开往宜兰 因为国道大回堵 摊快违规开上路肩被警方拦减 才发现挂的是其他车辆的车牌 而且没有经过喝个验车 交信违规开上路肩挂AB车牌被抓包 这台白色蓝宝杰尼 是2004年出厂的格拉斗 昵称小牛 市值约1500万 车主还特别花20万 改装钱保感跟大灯 违法挂上家里另一台 只有价值50万的国产车牌 我没有 没有这个事 家住基隆29岁的阳性男子 面对超跑即将被销毁 不愿多谈 他向警方解释 当初以700万购注的这台 千万中古超跑 当天要借给朋友当结婚礼车 抢快才在国道上违规 他也有去申请这个零食车牌 但是我们不清楚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去完成这个检测 车主多次到监底站申诉 将透过行政诉讼力保爱车 不过万一诉讼失败 在三个月内就会被销毁 砸大钱卖来的二手超跑将成为废帖 记者陈嘉敏 黄子峰 新北市报道